我们现在在这个什么沙滩 Seminyak Beach 流油的沙滩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了 但是我想的话 它这里的沙子是比较细的 细沙一样 并且白沙穿着黑沙 那黑沙感觉像一些油一样 挺爽挺舒服的 Seminyak附到流油的海滩 它的海浪非常的高的 然后也非常的急 来势汹汹的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它就在这里立一个警告 危险禁止游泳这样子 然后还立个枯头在这里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沙滩一时往这个机场方向走 它是连在一片的 挺好的 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 早上就把车停在那里 然后的话呢 下来一拖鞋 就一直往机场方向走 挺爽的那种感觉 听听海浪的声音 很舒畅 这个是库德沙滩的滩门 这里是库德沙滩 这边也是库德沙滩 库德沙滩相对来说比较长 我们继续往前走 库德沙滩的浪花 感觉没有 声明亚沙滩的浪花那么高啊 就同样的情况下 这里可以游泳 这里的话呢 是开放游泳的 但是在声明亚那里呢 它就不允许游泳的 下雨了快走 好下雨了 我们先走出沙滩 找个商场看看 我刚才想多要一碟花生 然后叫服务员叫Mas 但是呢 后面经过了解呢 在巴厘岛叫Mas 是不太好的 就有点 他们感觉有点不一样 就巴厘岛人感觉有点怪怪的 他们这里一般和Mas 同等的 就是这个Bleet 不过呢 可能Bleet到爪哇岛叫又不行了 现在最安全的叫法是Pak 这个是全印度尼西亚通用的 是吧 是是是 对 这样比较好 全印度尼西亚通用的比较好 叫Pak就好了 肯定没问题 如果是叫Bleet 或者是Mas 可能它就有不同的 倒别之分了 比如说人叫你歌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我叫你Mas 有点奇怪 对 哦 这个意思 明白 Pizza来了 Hawaiian 有 How do you call it 菠萝卜 菠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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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芝士 有 Tomato sauce 番茄酱 嗯 and ham 还有火腿 嗯 吃吧 在巴厘岛这里的海滩呢 是挺舒服的 一般他们的沙子都比较细软 然后太阳太大或者下雨的话 还可以租那个 呃 太阳散 然后点一两杯饮料在那里 挺好的 又或者是到路边的这个酒吧喝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很舒服这种生活 出太阳了 我们就不在海滩走了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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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